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个宏观经济 今天是3月25号的,今天是星期四来的 其实是,今天大家看到只有Eddie和我两个 K.O.今天就不会加入我们的 应该是,跟上个星期不同,上个星期Eddie就有些东西在做 所以就迟了一点才加入我们,今天K.O.就已经举了手 就说因为公司就有些东西在忙着 所以,没错了,真的走不开了,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他今个星期的 宏观漫步都没办法录到,实在 抱歉,他叫我们说一声,不好意思 真的忙得掉了,哈哈,他也很难得,你知道 这个市况,虽然旧经济股 跌得没那么多,或者都有一些升幅 但是,不是啊,他公司也在弹 我知道,我说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稠 那当然啦 公司业绩好,出来当然OK啦,但是 但是,作为IR做得好,股价又更加升得多些啦 哈哈哈哈 刚才有关系建立得那么好,那就是 这个就是,蓝丑一个最顶级的IR就是 就是K.O.哈哈哈哈哈哈 无奈我们人微延兴的,没有人发布K.O.可以 多说两句好说话,拉回告知 不需要你说一句,真的 真的 太平衡班了,真的不是开玩笑 整间公司IR靠去的,大哥 那不如就是,第一节的惯例 其实就都会说回事况啦 嗯 你知道啊,下令时间怎么来说的话呢 其实就都,都开了事啦 那都火爆啦,那就是 嗯 嗯 嗯 OK Dao Jones的话呢,跌了0.81% 跌了250多点 那整体那个,你看回技术 就是Dao Jones也是叫做 OK的,就是你看到都是逐步逐步的升 就是都 比如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或者破坏了上升的轨道的形态 那S&P500呢 就是都跌了0.6% 那那那 那电脑呢,因为呢 就是在用Zoom 那所以呢,就是 嗯 和开机没多久了 那就是练得较多一点 那但是呢,跌了0.55% 你看到S&P500的形态呢 都还是OK 都还是 就像上年就是三四月那个底部 那样升了上来 那整体都是不错的 那NASDAQ当然这个形态是差点啦 那叫做有个在高位有个correction 那不知道是在12700 会不会有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叫做 初博一个支持位 那但是,就是明显地 就是NASDAQ是弱过刚才 Dao Jones和这个S&P500的 个别的一些 就是 科技股的话呢 还跌得更厉害 那昨晚因为就是那个 NASDAQ 那个 就是美股那个SEC 就是证监 对于就是 这个中概股那个 就是有一个修正案 可能会对于 就是中概股 那个在未来的 那个上市规则 还有就是证监的 審计的要求 可能会更加严 所以导致到昨晚呢 哇 跌到中概股呢 初时我可以看 NASDAQ好像不是跌了很多 但是呢 虽然那大宗 就是开市的时候 都叫做升 卖单呢 都好像跌了少少 好少少 几点或者是平收 但是呢 一些部分的 一些中概股呢 包括就是之前 一些 就是我都说了 在Instagram 一些社交媒体里面 就是在那里 曬命说自己很厉害那些 又女股神 又男股神 那些情况的话呢 现在绝对收斂了 完全 我看到社交媒体 已经没有人呢 将自己的仓位 说自己不知赚了多少 已经是收斂了 那么 就是作为一个散户指数里面来说 我觉得真的 我身边的朋友都借了 基本上没什么人看股票 那跌得够了 那么在街上都 乘地铁呢 都有人看看 但是整个气氛你 抽IPO 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因为IPO抽那个情况 就是散户一个 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 一个热衷的情况 你刚刚上了的百度 或者一些 百度可能有些特别 就是因为 始终是第二次 就是美股本身 已经有上 在香港里面来说 就是未必是会 觉得很热衷 因为你要投 可以直接投美股 但是可能有些基金的 是一定要投港股的 所以就未必能买到 就是美股的百度 可能在这个情况里面 会下一些费 但是如果一些 就是首次上市的IPO 真正叫做IPO的股票 其实那个 好像看到一些 比如无论是Bilibili 作价等等性 就是一些视频股的话 他都不敢设定最高的 最高级的顶部 去做个 就是价格的 设定的价格 那已经都是 在一个 中间偏高上面去 落物 所以似乎都是 看到市场 都是比较淡一点 无论你说 就是一些究竟 制股 会好一点点 但是 如果真的大型 调整的话 看到都是 会回一点 那说到会市了 美金真的很强 就是强 去到92.7% 那我都猜不到 是这么夸张 你看到整个市 这个就是大约一年头 那去年的三月 就是一个比较高 103的水平 开始下跌到年头的时候 年头很多人都说 美匯应该都会回的 你由89 就是90边的位置 就是弹到92.6% 其实都是一个 反弹上来 都是一个 偏强的一个情况 OK 那我看回欧洲 那我之前说 这个榜 其实都是 比较强一点 但是呢 这个榜 就是榜 USD 美金的话 在1.4上面 如果你看回技术 技术的形态 真的做到一个针頂 再看回 远一点 其实140 流上 真的有一个 短期的一个 双顶 的情况 我不是一个技术专家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 很101 好像真的140 流上 也有一个双顶 的情况 出现 所以就 回回下去了 甚至 现在已经是 曾经是穿过1.37 跌过1.3689 左右的水平 现在是企运回 1.3720 附近 就算是 偏向美湖指数 比较强一点的榜 也跌下来 那么 这个$1.4的话 都是 美国的情况 日本的情况 都比较差一点 无论自己的经济 终于 奥运也宣布 只是国民才可以看 外国的 就算KO 都未必可以进去看 所以 就是 经济就叫做比较差一点 而且 我自己觉得 为什麽$1.4是比较强一点 都是 美债和日债的息差 导致 有些 可能是 日本的一些保险基金 比较投资 一些债券比较多的保险基金 可能是沽出 日圆 去买入 美金 去投资一些 美元的债息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 导致多了日圆 也比较弱一点 我想 疫苗也是这样 整体 我之前 上一两个星期都说 本身市场预期是 今年Q3 第三季 有机会发达国家 其实 疫苗的接种率 可能是 达至七成 但是 你看到 每周的疫苗的消息 香港就很搞笑 我也说 我打了第一针 我不知道第二针 还能打不打得到 还是你叫做混针 混针 是没有科学的基础 一个就是mRNA 一个就是灭活 我不知道mRNA 会不会杀掉灭活 还是灭活 就弄死了mRNA 我真的不懂 雷总你的科学水平 比较高 你之后才会解决 所以 混针 我真的在外国 没听过 有科学家说 可以混针 但是 本身英国会 比较快 是可以复苏 但是 他现在好像 解除 解除 的时间表 都稍微有点压后 甚至到某些 就是在欧洲的国家 都开始加强 一个lockdown 的一个情况 所以 似乎未必可以达到 就是今年第三季 发达国家 是可以 打到接触七成的目标 我觉得稍微是有些 凝固的情况 越来越大 所以 就是 美匯你就看到 比较强少少 如果看回 crypto crypto 就是 比特币 就是由之前 穿过六万的位置 跌到 下去 现在变了五万一个头 之后的方向 都很难说 因为crypto 比较浪 一些 commodities 方面 就是 因为始终疫苗的接种率 打得比较差 不论 纽约 其油 和 布兰特 油 其实都 跌回了 由之前七十个位置 到现在 纽约油 就穿了六十 现在五十九 你看到 这个布兰特 油 还保持到 叫做 萝尔边 金 都是比较弱 因为 美匯比较强 就跌到1737的水平 那么 白金 没办法 白金算是比较强 比较强 但是 比起之前的位置 就是一千三 跌到 一千七八 也是比较弱 一些 港股 整体 都是比较弱 一些 尤其之前 穿过 两万八 其实现在也穿过两万八 今天本身 本身 早上 跌得比较多 但是 不知道 到早上十点 不知道 有些无言之手 接着又 托上去 到今天 恒指 基本上 都是 跌好 十几 二十点 左右 跌好 0.0% 有些 就托上来 恒指 真的 偏弱 一点 北水 你看到整体的情况 都是沽出香港的股票 都会流入自己国内的情况 那 A50 A股的话 都还是 偏向比较弱 所以 哇 形态都叉叉叉 就是 升穿了二万 接着 现在滚到一万六千七 那 之前也解释了 A50 所以 港股 一直都没有什么性格 就是跟 A股 或者跟美股去走 那 美股又比较弱 那 A股又更弱 所以 導致港股 都没有什么运行 整个情况 整个 整个 整个市场的看法就是这样 雷重有什么补充 我就觉得 那 技术形态 我一向都不是太过 就是 care about 特别是 就是 在我来说的话 我就 看东西 我都是先看基本面的因素 那 然后 就是 当然 就是我过去经常说 三 其实影响资产价格的话 都是三个不同的因素 那 你就基本面 你跟着就是 市场的 sentiment 跟着就是 那个 money flow 那 就是 基本面 到我到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致上没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 现在短时间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 很明显地就是 一些 市场投资者的心态 有少少 roll back 就是刚才你所说 刚才你所说的话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就是 坐地铁啊 那些人看手 看这个 就是 股价的 apps 都少了 那其实这些都很明显地是 这个情况 还有 我想 很明显地就是 就是 我们先在过去这两个月 看到一些sector rotation 那 sector rotation 走到这样 我想开始有些人 是比较意外地 特别就是说 不是那些周期性的板块强 而是 那些过去一年 是炒到慶陷俠那些的话 是比想象中弱的 很多人都想着 应该够了吧 跌够了吧 入市 又再回些 但两天又再回些 那我似乎就是 这些所谓叫high beta 那些地方 是开始有些 就是 我不知道是有些少少 就是 要回一回气 还是有些少少 是好像 开始有些 这个意庆难山 因为始终我想 就是 就是 在最后最后追上车 这班来说 始终他们不是叫 不是叫做 确实投资者 是一些叫做 投资新丁 投资新丁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在我的认知 就是有点而就是 就是 热的 或者是很热 冷的 会冷得很快 就是 是很不同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就是 现在事实上 我之前也说过 现在市场上面 是越来越多 是一些是 设计 或者是 程式的 买盘 其实这些程式的买盘 全部都是 观察到现在市场的 金融流 之类之类之类 那如果他们察觉到 咦? 好像这些 high beta 的 股票都开始 有些少少 然后又检查到 那些资金融流 就好像 缩缩的 那样的话 然后他们就会 开始会 沽货 就是这些 全部是 已经是 所以你看到 近期来说的话 是一些 之前 就是 市场转移 升得比较快了 一些 比如说 其实过去 前几个星期 我和K.O.都说过 对油价来说的话 就是之前升到 到70元 70元 我们都觉得 按什么基础 我们都完全想不到 基本上是 就算今次 苏伊士运河 这样 堵塞住 你有很多運油船 就是已经有很多 一些报导 不知多少千万桶 的油 在油林里 现在堵塞住了 动不了 如果平时 这些应该是利好 油价的消息 但是油价都达不到 其实就滑了下去 所以我其实觉得 就是 全部都是一些 related 的程式 的 由一些 high beta 开始 缩缩的 缩水 我不是说 那个味道缩的 ok 跟着就开始 就是连 就是之前那些 是比较 就是 就是 后来追上的 一些 commodity play 那些人也有少少 take profit 所以你看到 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 这一阵之后 就是 当 慢慢沉变之后 我都仍然觉得 一些 silical 的 應該都仍然 会是 就是 我过去都有说过 对于那个板块 轮动 其实就是 我之前听过 有些人说 应该不会玩很久 这些板块轮动的话 就是 两三个月 小货 跟着就 递回走 我就觉得 未必是 那么短 我觉得会有机会 还会玩得下 起码今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 都仍然有机会 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就是 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 之前一些炒得 真的太过热 那些的话 在缺乏一个 合理的 我不是说 他们的前景不好 而是 问题就是 他们的前景 是在三年之后的事 那问题就是 在现在来说的话 那些人是不是仍然有耐性 或者是有个容忍度 去接受三年之后的 earnings 的一个PE 那样 就是我觉得 未必是会有这样的耐性 那所以 对于一些所谓叫做 high-flying的sector 我今年都仍然是比较 起码在未来 这几个月下 我仍然是有些保留的 我想这个大家留意一下 还有 刚才讲到 Eddie 讲到那个 currency 来说的话 其实那个情况 都是in line 跟刚才所说的 你见到 譬如说 个别 currency 落得比较大一点 其实英镑 不算是回得多的了 你看一下 譬如说 澳洲指的那些 回得更多一点 因为它只要是 commodity currency 那些近期 你见到 譬如油价又回回多一点 个别的 industrial metal 又回回多一点 那些都 就是 反而更加是明显 那 美金来说 其实 美金是 你只要看美汇指数 由90 但反而到现在92.7% 但是其实 你计算一计算的话 其实它所谓叫做 升了 其实都是3% 又不是很夸张地 升了 反而 你上个礼拜 或者再上个礼拜 有提及到的 就是现在 每一样次 一看 先看这个十年期 美国债券知识 你反而没有说到 那其实 今天来说的话 十年美国知识 大概是1.6以下 ok 其实 前几天的时候 它曾经见过 好像最高的1.73 那样 所以其实 这个资息就 叫做回回十几个 basis point 那样 但是 对股市没有帮助 因为今次的资息回落 不是因为 那些人对 那个inflation expectation 冷却 而只不过是 市振荡 那些人是真是 撲回去一些 叫做save haven 的assets 所以将那个资息 拉回低一点 所以其实 那个资息低了 但是对股市 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正面的影响 这个是 那所以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 短期的一个 就是 你有一部分 是profit taking 有一部分 是在转盘 我觉得是 那这段 这段时间来说的话 就 你唯有等 the dust settle 等些塵埃落定 之后 再看看 怎样的玩法 就是 整体那个市场 都是 就是 当然还有看 那个 刚才 因为那个平台 就 不太方便去 去看 所有东西 就是那个平台 就是有些 就是比较容易看 一些 但是有些是比较难看 一些 就是 未展示出来 现在应该出来 是吧 看到 是 是的 刚才雷总也说 就是 那个十年债 就 偏向就 比较 平稳 一些 就是之前 就是1.7 那些 1.73 那些高位 那 那 我看回消息 或者就是 你看到市场反应 对于十年债 再升上去 当然你 如果譬如有 一些比较 心理的位置 我不知道 会不会破 到时候去到两厘 那时候可能会对那个市场的冲击 会比较大 但是 现在那个市场就开始 好像 上一两节 我都在说 就是 对于那十年债 那个债息的波动 对于市场 就敏感度 开始是低了一些 就是大家的关注 比较少一点 这一样东西 就是雷总也说过 就是对于一些 就是 深信市场的货币 可能那个 美金的 那个 约分 我看到 之前我都说过 就是台币 就是由之前 就是三十一 去到就是 就是最低的位 穿了二十八 去到就是二十七点六 但是 今一转 就是台币 去升上来 就是由二十七点六 去到二十八点五 都相当快 那么 我不知道是一个 改变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 调整 还是就是之后会下 但是 你看回可能 投资电 因为一会儿可能会说一点 就是就是 英特尔又会宣布 就是 花很多钱 是在本土里面去做一个 就是自己的一个芯片厂 那其实 雷总之前也说过 和你请了这个CEO 有个技术的背景的话 似乎都是想是 再做回自己的那个 晶元代工的 那个业务 比较多些机会 那当然 你说是否就是 就是现在投资了下去 下年或者今年 就立即会可以生产到自己的一个 就是 一定未必是 因为你 最少都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就是市场的情绪 就是对于这个 就比较敏感一些 所以投资电影都回了下去 那但是 是不是立即会很大影响 就 未必知道了 但是 似乎就是 就是 美国或者整个美国的政府 都意识到 某些重要的一些名部件的话 一定要都要是在自己本土里面去设计 这个 其实是 回不了头 那这个都很明显 那 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 那第一节 我们传统就是第一节 会讲回那个事况 其实都讲得差不多了 那 下节回来呢 我们就会讲回其他不同的题目 大家记住留下 再看回第二节了 那时间差不多了 那 下节回来再讲 OK 好